学七轮机原理课程在线课堂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对七轮机喷嘴或者冻液 急以及急速的变工矿呢 结束了整个的学习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通过两道立体来巩固一下变工矿的相应的计算 首先来看这道题 某七轮机设计工矿下 蒸汽流量为132.6吨每小时 调解极70压力为1.67兆帕 我们现在呢还没有学到调解极 大家注意呢就是调解极70压力呢 它指的就是第一极前的压力 第一工作极前的压力 所以呢也就是说这个流量和什么成正比呢 就是和调解极70压力成正比 那么当机组流量降为90吨每小时时 试问此工矿下调解极70压力又为多少 不管是灵界还是亚灵界 我们上的节课呢 其实都已经分析到 当除了调解极和最末极的这个 集组 能够呢当作整个一个集组来对待的话 流量呢和它之前的压力 是成正比的对吧 所以呢当流量呢 由132.6吨降到90吨每小时的时候 那么这个压力呢 也会有相应的比例的变化对吧 因此呢这一页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接着来看 有压力及结构后 是通流面积减少5% 则在90吨每小时工矿下 调解极70压力是多少 这一点呢实际上我们在 压力与流量关系式的应用中间 已经提到了对吧 也就是说当时啊 我们说当流量呢 由132降到90 那么压力呢应该由1.67 乘比例的减小 如果说它没有乘比例的减小 那么说明面积是发生变化的 因为乘比例减小的前提呢 是面积不变啊 那么面积变化之后 影响是什么呢 然后呢就说单位面积啊 这个流量是不变的 所以呢我们考虑到单位面积 就可以了 来看一下这道题的一个解答啊 因为排气压力 远小于调节极70压力 所以呢工矿变化前后的流量比呢 等于压力比啊 也就是说不管如果是零界的话 直接等于之前压力的比例变化 那如果是零界的话呢 弗六高公式减化也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呢 J1比J就等于P01比P0 工矿变动前后呢 是132.6 工矿变动前呢 是90 工矿变动后是90 所以呢压力呢 也是成比例的相应减小 变成了1.133 赵帕啊 好这是第一问 那么接着来看第二问呢 减小了5% 我们说单位面积的流量呢 依然是成正比的 所以呢 这个表达式是这样的啊 J1比上A1 单位面积对吧 J呢比上A 那么依然呢 是等于P01比P0 这时候的这个 呃面积呢 发生了变化 之后的面积呢 是零点 原先的零点95啊 虽然我不确定这个面积是多少 但是呢 它的变化 我们这个表达式中间看到的是笔值 对不对啊 变化是知道的 所以呢 大家发现 这个压力呢 变成了1.193 赵帕 呃 在没有结构的时候呢 是1.133 赵帕 对吧 也就是说压力呢 降低了一定的 呃 流量降低一定的份额 压力呢 没有降低到那么多的份额啊 那么这时候呢 说明 哎 流通面积呢 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以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题 反过来啊 反过来呢 监测 齐人机 运行段呢 是否正常 好的 这道题呢 相应来讲呢 是比较简单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这道题 呃 某 齐人机 某集 P0等于3.4兆帕 T0等于435摄氏度 Om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第一章 学过的反动度 对吧 Om呢 等于0.38 然后呢 P2呢 是2.2兆帕 P2呢 是这一集 之后的压力啊 喷嘴为建缩形 其出口面积 是52平方厘米啊 大家看到 这个单位的时候 助理进行一个换算 我们计算 1通过喷嘴的 使机流量 2 当P2 1等于1.12兆帕 Om1等于0.3的时候 通过喷嘴的流量 又为多少 第三 如果喷嘴入口 C0等于120米每秒 则在2的条件下 喷嘴的流量又为多少 这道题 大家应该是 似曾相识的 对吧 为什么呢 我们在第一章 是讲过第一问的啊 是讲过第一问的 但是呢 当时的第二问和第三问 涉及的是并工况 所以呢 我们没有讲 但是这道题呢 放在这里有个特殊性 是什么特殊性呢 同学们是否还记得 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 所学过的第一问 是个什么工况呢 大家可以直接来判断啊 3.4到2.2 3.4只有膨胀到1.7左右 才是临界工况 所以呢 第一问很显然是 亚临界工况 对吧 但是第二问呢 如果我们算一下的话呢 发现它是临界工况 有的同学拿到这样的题 就感觉一筹莫展了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只学了工况变动权后 均是亚临界 我找公式来套 或者呢 均是临界 我找公式来套 这里呢 出现了一个工况变动权 是亚临界 工况变动后 变成了临界 没有公式可套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知识就学得太死了 实际上 我们第一章和第三章 所有的理论性的一些知识 是完全可以支撑 我们把这道题呢 是可以做出来的 大家不要呢 只是一味的想着 要去套公式 我们要理解本质的含义 在本质之上呢 进行计算 这里没有公式可套 我们就直接 用我们之前 所学过的流量的公式 来计算出相应的结果 就可以了啊 所以呢 同学们要学会变通 要学会呢 对于所学的知识的一个综合的应用 而不是呢 学到第三章的时候 把第一章的知识呢 又给忘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学习效果上 可能就不会很理想了 所以呢 要学会呢 学到后面的之后 再去综合的 结合之前的知识 来解决当下的问题 好的 第一问的解答呢 我们很快的给出来啊 因为是在第一章的时候就做过的 由初三数呢 我们得到H0 然后等商呢 又得到H2T 对吧 我们这里呢 就再不重复的讲了 因为在第一章的时候 关于这样的T已经讲过很多 然后呢 茶的理想含酱 然后用Omega M呢 对这个理想含酱呢 进行了一个分配 对不对啊 进行分配 我们得出了喷嘴的理想含值 那么 得到了喷嘴的出口压力2.6兆帕 进口呢 是3点多 那么出口是2点多 很显然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压比这个时候 是这个值 对吧啊 它是一个压链接功耗 那么这一块呢 是用了我们第三章的知识来解决的 也就是说 我们先求出了最大流量 然后呢 用β呢 成了一个这个最大流量 对吧啊 就是我们第三章的 这里的β的表达式 大家注意一下 是我们第三章 这一章学过的近似表达式 学过的近似表达式 同学们在第一章做的时候呢 当时我们强调过 可以用第一章的方法来做啊 这里呢 实际上呢 是用我们这一章的知识呢 来进行一个解决的 那么通过喷嘴的实际流量呢 哎 就是17.9千克每秒 对吧啊 上面的流量呢 最大流量是21.134千克每秒 好 这是第一问 是我们呢 在上一章 第一章的时候呢 就已经解决过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问 对吧 第二问呢 没有这个公式可套 有的同学一筹莫展 我们用和第一 不一样的方法来计算就可以了呀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立体放在这里呢 就是来给同学们解这个疑惑的 因为 往往同学们在学习之后 只记住了一个工况变动前后 就是零解 或者呢 工况变动前后 就是亚零解 但实际上呀 工况变动前后 分属于不同的工况的 就是有可能变动前 要临界 变动后要临界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是不是 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具体问题 具体解决啊 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来找到这个答案 好 那么改变被压后呀 这个压力发生变化了 其后的比含值呢 它实际上是降低了 对吧 那么这个理想含降呢 就增大了啊 喷嘴的理想含降呢 这时候是210了 我们查出来 喷嘴后的压力呢 是1.53 所以这个时候呀 喷嘴的压比是什么呢 它是临界压比 对吧 它是临界压比 那么临界压比呢 也就说明 这时候呢 是最大流量 所以呢 我们不是在第一问的时候 已经把这个最大流量呢 求出来了吗 所以在这里呀 我们直接呢 把第一问的最大流量 带进来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只要呢 拿起笔来开始算 开始做 你就会发现 答案呢 很快的会浮出水面 如果一直都是在脑子里头想的话 不见得能够想出来啊 不见得能够想出来 所以说在这里呢 一定要开始做啊 一定要开始做 这是我们的第二问啊 是变工况的一个很特殊的情形 就是变工况前是压力界 工况变动后啊 变成灵界了 有的同学不会做 但是呢 我们根据第一章的这个知识 这样计算下来 同学们是不是觉得会更简单了呢 对吧啊 没有套任何的公式 只是发现它是灵界 那么直接带最大流量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接着呢 来看一下第三问啊 第三问呢 变化的是哪里呢 是喷嘴呢 有了进口都能了 对吧 也就是呢 P0和P0心 这两点呢 将不再重合 将不再重合了啊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P0心发生了变化 P0心发生了变化啊 因为我们问的是3在2的情况下 所以呢 它依然是一个什么呢 I依然是一个最大流量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可以套公式的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GC1比上一个GC 就和之前的参数成正比啊 这里呢 写了一个这样的 同学们不要觉得好像 这个表达式怎么变了 把它用那个 理想气体的状态方式开出来 就是这个表达式啊 这里个表达式呢 GC1比上一个GC 就是什么呀 P0心 P0心啊 比上一个P0心啊 就是这个表达式 只不过呢 因为这里呢 查出来了V啊 就把V呢 用了一下 但实际上呢 是可以不用的啊 直接用P0心 比上一个 P0一心 比上P0心就可以了 和我们之前学的是完全一样的啊 所以说 这第三问啊 出题的这个意义呢 就是考点在哪里呢 就是考察同学们 临界的时候的一个变工况 工况变动前后啊 因为这个时候呢 它上市进口的 这只出压发生变化了 那么它增大了多少呢 流量呢 也将相应的增大多少啊 所以说 这时候呢 这只出压呢 实际上是增大了 1.0086倍 那么流量呢 也将相应的增加 1.0086倍 由之前的值呢 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20.676千克每米了 好的 我们今天呢 这两道例题呢 就为同学们分析到这里 尤其呢 是第二道题 同学们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有我们学过的情况 也有呢 没有学过的情况 但是总体上来讲 一道题 就把变工况的一个应用呢 能够比较完整的掌握 所以呢 这道题要求同学们在课下呢 再认认真正的呢 加以消化和巩固 好的 这节课呢 就先到这里 你 昨天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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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